今天訊息講到聖年充滿提升靈命和侍奉 即是說跟神的密切關係 聖年充滿就是跟神密切的關係 提升我們的靈命更加容易親近神 更加容易從神得靈 也侍奉上是更加有能力的 這個是我親身所經歷 也都看著很多人所經歷的 是很真實的 首先我們講講聖年充滿是甚麼 因為很多人對聖年充滿的看法 有些人覺得有些延妙 甚至有些人覺得奇怪 有些人覺得不能相信 其實聖年充滿在我來說的定義是甚麼 就是跟神有密切關係 跟祂有密切關係就是聖年充滿 這樣想的時候我們就會覺得很簡單 就是你越親人神 越僵從神 越愛神 越侍奉祂 得心靈與神 同感一靈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是被聖年充滿了 跟我們一起讀 波蘭德禅書六章十七節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說與主聯合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與主聯合過 我們每個都與主成為一靈 不過每個人與主成為一靈 是有不同程度的 正如我用一個例子 夫妻關係 你有見過很密切的夫妻關係嗎 有 不過可能是少的 很密切的是少的 有吶架的多不多 都多 那它有沒有關係呢 它依然有關係 不過關係呢 如果我兩手比較 就是 但是如果越密切 它越 大家同心 大家有同一的心意 這樣的時候 它就更加被 即是更加兩個人合一 我們與神一樣 有些信耶穌的人 內宗祈禱一次 有些甚至急難才祈禱一次 那時候 有些真的 他們與神的關係 是有些疑問的 那就是說 原來與神的關係 但是有些人就很疏 有些人很密切 聖經記載到 以樂與神同行 三百年神將它取 這個真是很密切的關係 也有講到 即是聖經裡有不同的人物 被神提到天上 和神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那這個就是 即是人可以進入 那有些人說 那都是以前 但其實今天都有人 進入這種和神高度的關係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進入神不同的程度的關係 我們不需要 說 我不像那個人 我不用這樣 每一個人都可以 因為神很想 我們與祂有密切的關係 那我們為什麼 與神有密切的關係呢 就是深深的愛主 那就用行動來愛人 以及遵從神 策略性的侍奉 侍奉都有 即是說隨意的侍奉 以及策略性的 我如何善用我的生命 如何更加給神使用 好了 很多人又說 四年中 我只是給那些 某些人的 但聖經說 不是 每個都是 我們一起讀 善良主二章十七節 神說 在門口的人子 為了將我的靈僑貫 犯有血氣 你活的兒女要說餘 你活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做異夢 這個講到神說 我要將我的靈僑貫 多少個 凡有血氣的 全部有血氣的 聖靈都要僑貫它 而跟著他就講到 他兒女說而言 少年人見異象 老年人做異夢 有些人說 我沒有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收到神的訊息 每個人都可以收到 因為耶穌說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當你多安靜 親近主 倚靠主 多思想神的懷念 神就會感動你做一些行動 這個已經是神給你的帶領 其實每個基督徒 都有一定有的帶領是甚麼 犯罪覺得不舒服 這是第一個基本的帶領 犯罪覺得不舒服 有幾個你犯罪的心裏 覺得很不舒服 直到你真是改為止 你舉手有幾個會有這個情況 這個就是聖靈在你裏面 帶領你 你越親近 他就越帶領你 就越來越收到更多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讓我們真是能夠 說喻言 能夠講出神的心意 既然一件異象 作異夢 是真的很多人都有經歷的 好了 首先講就是聖靈 如何提升我們的靈命 原來聖靈跟我們很密切關係 在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這裡講到 我們一起讀一下 他既來了 就要為世人 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因為聖靈來到 叫每一個人 都要為我們的罪 為到義 即是神 以我們遵行的義 以及為到審判 我們將來都要有審判 來責辯自己 未信的人 當他聽到神的話 他都會開始自己有自責 而當我們信了耶穌 是更加明顯的 而這個聖靈的感動 就算我們不聽話 那些事情 都會感動的 很多人說 有些基督徒甚至很少回聚會 但他會收到一些感動 你應該回聚會 你應該看聖經 你應該提到 不過有些基督徒 就會忽略這種感動 他不看錯 他不覺得緊要 其實這個是神的聲音 全臨的 創造天地主的聲音 如果你聽這個聲音 開始他就會跟你說這麼多 我一旦會介紹一本書 是神感動我寫的 《興奮德聖》 這本書是會祝福很多人的 這本書大部分的材料 是哪裡來的呢 是神跟我溝通的 在我處理生命的時候 神一直帶領我 即是我們真是可以收到 神的感動 帶領我們 那我們就多謝神 祂時時感動我 我們發覺 不只是當我們乖的時候 乖的時候 感動是越多的 不乖的時候 一旦有感動的 大家會發覺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聖靈一直繼續感動 聖靈沒有停止感動 這就是聖靈那種持續的 在我們身中的工作 神是不會輕易放棄他的兒女的 好了 剛才我講到 第一 聖靈住在我們身中的跡象 顯示就是我們會知罪 第二就是 但是會稱耶穌為主 我們一起讀 《方林多自然書》十二章三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又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又會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這裡講到 被聖靈感動 不會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如果不是被聖靈感動 也不會說耶穌是主的 就是我們能夠說耶穌救我 你是我救主 求你赦我 你將來帶我去天堂 就是已經是告訴我們 聖靈在我們心中的感動 這兩樣的顯示 就是一個得救的人的表現 最基本的兩樣 是什麼呢 聖靈感動之罪 第二就是繼續信靠耶穌 這個是聖靈住在人心中 有些人 曾經很多人跟我說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救 我說你犯了 我覺得不舒服 他說有 我說你想到耶穌的身邊 他說我有 我說你有的時候 就是聖靈在你裏做功 不過這個是開始 這個是我們應該繼續成長的 這個是基本 有悔改 有知罪的心 有想耶穌救的心 這個是開始 之後我們繼續親近神的時候 神是會繼續更多的帶領的 現在我們講到 是聖靈在我們心中的工作 知罪 願我們信靠主 以及引導我們進入真理 我們一起讀 六、二、二、三、四、三、三、四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 原文是進入 一切的真理 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便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這個講到 我們真理的聖靈來到 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在這裏 其實我們中文聖經翻譯是很好的 不過有些地方看翻譯得不太好 這裏的原文就是進入 進入和明白是完全兩回事 為甚麼呢 明白是老明白 我知道 進入不單止明白是你走在真理之中 換在真理之中就叫進入 進入的真理就是我知道 在這裏的翻譯是天差的 聖靈來到不是只有知道真理 而是進入的 住在真理裡 這裏的見 同神有物質的關係 憑在真理之中 遵從神一切吩咐 即是聖靈來到 不只是叫我們信耶穌 而是活出真理 整個人有神的愛 憐憫 平安 喜樂 關心人的心 拯救人的心 有一個善良的心 以善性愛的心 這裏就是神的真理在我們裏面活出來 並且有神的聖結 那裏也繼續說到 聖靈是擺下手 聽見都說出來 並要擺下將來的事告訴你 這裏說到聖靈會告訴我們 將來發生的事 其實我們現在是進入世界的末期 我們有甚麼地方可以看到 進入世界末期 我們不知道耶穌何時發 不過是一個末期 為甚麼呢 第一就是瘟疫 我們都很親身經歷到 地震、擾亂、戰爭 這些都是很多發生 而另一件事 跟敵基督有關 聖經講到將來有敵基督出現 敵基督其他事情 就是叫人手上受印記 押上受印記 並且能夠控制所有的人 現在已經科技上有了這些工具 這些工具 因為是可以預備將來的基督 用來控制人 現在已經是有人面的識別 以及我們的身份證 是全部將你個人的資料 可以全部儲存在裡面的 這個已經是一個 我不是說現在做的是敵基督做的 這個不是 而是敵基督可以使用 而我們發覺這個邪惡勢力 是越來越大的 罪的勢力很大 敵黨神的勢力很大 全世界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原因 敵黨耶穌的 敵黨耶穌的程度是很高的 有時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有時是因為宗教的原因 有時是因為民族的原因 有時只是他們的習俗的原因 他們會抗拒耶穌 這個都是世界會有的先兆 所以我們每個都需要預備好的 而聖經說到耶穌說一句說話 他說將來到 有的班的時候 你不用想著說什麼 或者怎樣說 他說你不用想著說什麼 和怎樣說 因為聖靈會親自指教你當時的話 這就是聖靈會親自到時會教你 所以我們入進的班不用怕 因為聖靈會告訴我們 我們做什麼 就是神和我們同行 所以我們當基督徒想到耶穌的時候 不要想著 嘩很慘很慘 而是想著我們和神的關係更加密切 而我們是需要預備的 聖靈會是會幫我們預備 為什麼呢 你可以隨時得力 一會我會講一講 怎樣隨時得力 隨時能夠得到神的力量 好了 還有靈命更生 聖靈會提升靈命 基督徒的靈命有很多級數 有些是奶奶走的 不斷移回教會 不斷移信耶穌 有些是會認真一些 有些就說 我們人生在世上最重要就是走神的路 有些人是會這樣的 有些人說 他們很迷 他們只是想著 要怎樣服事 經常都想著做神的功 有些人就覺得這種好像太迷 但是其實這個世界只有一條路 是神的路 是生命的道路 當這個基督徒 他只是掛念自己的方式 其實他是 我形容他做什麼呢 信仰分裂症 他信仰分裂症 但是他的生命是跟世界 而聖經說 以世俗為有便是 與神為仇 即是因為他們在走世上的路 的時候他們得不到力量 得不到神的安排和力量 恩典 在一切困難之中 神會為愛他的人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 二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我們是會有足夠的恩典的 薩摩爾記上十章六節 耶和的靈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同仇敢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這裏是薩摩爾和蘇羅所說的 他說你去見那班先知 你就會變為新人 即是神的同在在他們之中 是很強烈的 以至他去到他們當中 就已經會變為新人 就是聖靈在集體聚集的時候 他的工作 可以叫人能夠即時改變的 有很多人都說 在一些聚會 他的生命就改變 而且聖靈會結出 聖靈的果子 就是生命的果子 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 信神溫柔節制 在我們生命中的果子 這個聖靈會把他的愛囂灌在我們裏面 這個告訴我們聖靈是一個很特色 神是可經歷的 很多人不太明白 不太知道這個真理 我們一起說一次 神是可以經歷的 神是可以經歷的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我1970年信主 1983年做牧師 我做了牧師15年之後 1998年 那時候有一個報道家 由阿根廷來到香港 我看到他為人按手 因為我之前曾經見過 傅爾曼在美國 在一個聚會的時候 按手的人 就會跌低地上 那時候我就不明白什麼 但我心裡很好奇 我也不害怕 為什麼呢? 那當我看到這個安卡羅 他來到香港 為人按手的人 會跌低地 我就立刻走上去接手 報告 我是想都想不到那個經歷 這個經歷 是將我完全的改變和提升 當他一碰我的頭的時候 好像電流一樣湧入我裡面 是很強烈 同時是什麼? 是很強的愛 那種愛 那種愛是我一生未曾經經歷過的 是很強烈 感到我哭了很久很久 就是好像個小孩 回到爸爸那裡被愛的感覺 我就說 原來可以和神有這個密切關係 我就立刻回應 我從來不知道可以和你有這個密切關係 我就從那一晚開始 很多的祈禱 當我很多的祈禱的時候 後來越來越經歷那麼多 現在我每一次想到耶穌 即時有能力和有愛 有平安有喜樂 在我裡面 即時湧出來的 是任何時間都有的 我一放鬆 祂就出來了 但我也可以隨時收祭 不是失控的 這個令到我很得力 無論是病 例如發燒也很辛苦 我都想到耶穌 神的同在 仰臨在 即時會感受到平安舒服 其實絕大部分的人 我為祂按手痛 他即時說舒服 這個是神的同在 這是之後我發覺 給我很大的幫助 就是為人提供 很多經歷到神的平安 喜樂、愛、醫治、廣邪靈、生命更新 第一是幫我的靈靈 第二是幫我的師父 是完全的提升 以前我只是想著一個教堂裡面 去幫助這個教堂的人 但我發覺很難 幫來幫都幫不到 即是他們肯信耶穌 不過不肯愛耶穌 不肯更加委身 當年有一些肯 不過不肯 但當我經歷聖靈之後 我為人提供 他們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感動 即時就 哇 原來神那麼好 即時就回應 在我經歷聖靈的教會裡面 我打了十個人 去進入全職事盟 有宣教士 有傳道人 有牧師 就在那間小教會裡面 之後是陸續帶了很多人 心靈的改變 有些人一奇到 哇 原來神這麼好的 他即時改變 我希望大家都羨慕 羨慕和神有這種密切關係 因為聖靈說什麼 我們一起說 聖靈將神的愛 囚貫在留心裡 文化書五章五節 神是可以經歷的 神是住在天上 離開我們的 他在天上也是地場 他和我們一起在我們的心中 他隨時將他的愛 傾倒在我們的心中 這裡我列出一些 聖經講到神臨在 會帶給我們的工作 第一就是平安 很多人都祈禱 哇 很平安很輕鬆 第二就是興省 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得到安息 能夠興省了 第三就是神的愛 然後醫好傷心的人 很多人心靈創傷的 受到苦的 在祈禱的時候 即時覺得被安慰 甚至我試過有為人祈禱 他是很憂傷的 在祈禱後他有什麼發生呢 他開心得笑出來 是我親自經歷的 那你也有趕鬼醫病 這個是很多次數的 有時甚至都不是和他按手 其中集體的聚會 忽然間有些人有邪靈的張臉 和他趕了邪靈 整個人就鬆了 還有喜樂 喜樂又代替機安 大家想不想活得開心 個個都想 是不是 有些人靠什麼呢 看電影 看完到笑片 笑笑笑笑 去玩去旅行 希望開心些 但怎知吃的東西又不如意 很多地方又不習慣 所以很多人去旅行 一直懷怨 都不是很開心 但在聖靈裡面的喜樂 是你時時日日都可以經歷 當你的心完全打開全心愛神 你是日日都可以活在神的喜樂之中 還有身體舒服 用身安然居住 詩經十六篇第九節 神會祝福我們的身體 還有醫治失眠 那邊安然躺下睡覺 還有能力 聖靈次元為能力 為祂作見證 還有做任何的 任何神 叫我們做的事 好了 聖靈為何提升侍奉 這裏上的圖 就是有全福音的輔導人 而這個 右邊這個 就是我為那個人按手祈禱 他那時候 在這個聚會裡面 那時候我帶了兩個 我訓練的人去為人 他說他按手祈禱 而這個姐妹 當我服侍隊為那個按手 然後他叫到 嘩 很淒厲 很不淒厲 接著我去跟他祈禱 我就求神的喜樂 臨到他身上 首先是幫他放下一些重膽 你看看現在他在笑著 他跟著是充滿喜樂 而下面這個聚會是誰 就是報永康在非洲的聚會 真的很多很多人 改變很多人 這個就是聖靈的能力 在這個時代 很多的報道家 都是帶著聖靈的能力 因為 在聖靈能力中 侍奉的人 他們不只是言語 聖經講到不只是言語 而是有聖靈的能力 神的神 即其是一切 來證實所存的道 這是聖經所講的 傳福音的方法 好了 在聖靈充滿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發生呢 在聖靈充滿四中七一節一起讀 討告完要聚會的地方震動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湯膽講論實力道 就是當人多討告月 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就會很有勇氣 要傳揚福音 去侍奉主 大家看到 葬客講的這個姐妹 在南非英間 我在這裡為她祈禱 她哭得很厲害 但她哭得很舒服 為什麼哭得很舒服呢 她說我真的沒試過這樣的經歷 好像天堂那樣的經歷 很感動很感動的 你上網找南非葉牧師 你就會看到這個影片 我是放了一些忠能字幕在這裡 聖靈都似給我恩賜 因為似乎是需要恩賜 有些人說很想有什麼恩賜 其實不用你想的 你只要想著耶穌 我耶穌 神會給你適合你的恩賜 因為不是每個人有同樣恩賜 有些人明明唱歌是五音不全的 除非神感動你 你開始令敬慢 如果不是你不要去做 因為你跟他做 可能帶來更不好的後果 但是神有預備 為你預備 你不用勉強 有些人說 他唱得那麼好聽 我都要唱 不是你看到人好聽 你就自己去唱了 而是神為你預備 每個人都有的 不同的恩賜 我們一起讀 那些同色字 聖靈賜 信心 醫病的恩賜 行義能 作先知 別別諸利 說方言 官方言 信心 有些人說信心 信明書當然有 你有信心 可以移生 即是甚麼困難都好 你想想 神關心我們的事 多於關心我們自己關心 有時人人會覺得 神啊你快點關心 神啊你走去哪裏 你不要黑眼睡 你快點幫我們 有很多人的心態就是 神不記得我們 但其實神緊張我們多 多於我們緊張自己 但是我們說 有些人會說 現在神緊張 為何他不快點幫呢 神有時未見 第一想解決我們的問題 神最想是甚麼呢 我們拔著他 這個才是最重要 我們信靠他 倚靠他 跟從他才是最重要 不是問題被解決 因為問題被解決 是很容易的 但問題被解決 你必須代表找神 而是你找神之後 神就會幫助你 一切的問題 信心就是 我相信神照顧所有的事 神應許 我放心 神做事 我放心 這個就是我給信心的定義 一起跟我講 神應許 我放心 神應許 我放心 神做事 我放心 神做事 我放心 信心就是放心 我放心 神一定會做最對的事 最好的事 醫病 醫病的因子 有些人說 沒有可能我們可以有醫病 我各位大家知道 曾經很多人在訓練 他們為人祈禱 真是病得醫治 大家 如果你發覺 你身上不是有邪靈 你身上不是有煩惱 仇苦 當你多祈禱 你都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你會發覺很神奇地 那些人可以經歷醫治 行義能 即是有些不可能 你不知道是甚麼 在困難的時候 神甚至可以在最困難的時候 供應人 食物 因為人不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是靠神口裡所出的話 到一個受迫巴仇 可能我們就靠祈禱 就可以不用吃東西 不用喝水 這就是異能 或者是作先知 能夠講出神的說話 神要知道的說話 或者便別諸靈 便別造邪靈 和聖靈不同的工作 和能夠講謊言 和翻謊言 和聖靈工作是醫好傷心的人 在二塞俗六十一章 一道三字 我一起讀 主要益在我身上 因為要懷孕高高 要我傳普信息給天秘的人 差異我一些好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路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樂由代替悲哀 讚你這代替憂傷之力 神可以做好多工作 在這個世代 多不多人受苦 煩惱 這裏就講到 我叫我們傳好信息 或聖靈臨上 叫我們傳好信息 和醫好傷心的人 我們醫好傷心的人 我們不只是祈禱 都幫他輔導 去依靠神 親近神 相信神是最好的 為何我用心靈成神去敬拜 然後為祂討過 祂真的看著祂的人 平安、輕慘、舒服 所以我會為大家填好的 秘魯的得釋放 無論有什麼菌鎖 他都可以得釋放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亦都有喜樂 以及能夠讚美 而不是憂傷 聖靈會指教我們當初的話 聖靈會指教我們受迫骨的時候 不只是受迫骨 即是受迫骨的時候會指教 當我們侍服的時候 神也會指教 有時我為人祈禱 我就問神 神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神會提醒我的 我試過有 神醫好你的傷心 因為我又不是有些什麼 我先知聖的恩賜不強 但我收到神的聲音、意念 我當時收到這些意念 求神安慰他的心 他立刻就哭出來 神可以這樣帶領我們 讓我們給神使用 聖靈會指教我們怎樣侍服 有時我會為人祈禱 聖靈會感動我 繼續為人祈禱 有些人聖靈會說停了 因為他有點悶 有些人不投入 聖靈會提醒我 不是每個人都要祈禱那麼久 有些人不願意 聖靈會提醒我們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不用怕 聖靈會向我們說 聖靈會向我們說話 聖靈會向我們說話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這件事 但聖靈會是這樣說的 然後跟著說到全道全呼音 是有神的話語 和聖靈的能力和神跡 我們一起讀這兩個經文 很重要的 羅牙書十五章十八節 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麼都不敢提 只是他值我言語作為 用神跡歧視的能力 並聖靈的能力使外方人順目 他帶領外方人順主 不只是言語 也有神跡歧視的能力 可以這樣說 有很多教會 他們是因為不相信聖靈充滿這件事 結果將基督教 變為一個只是理性的宗教 那一個東西不是錯 不過只是拿了神給我們的東西 神也都自己為聖靈 很明顯聖經說 聖靈降落給你身上 你就必得著能力 由耶路撒冷一路到地 作祂的見證是神的心意 但是有很多人 他就不相信只是用言語 這也是帶領很多術來的 不過不是傳避的福音 傳避的福音是講到有 神跡歧視和聖靈的能力作見證 這是神的心意 我很多時候做的是什麼呢 為祂祈禱 祂真的經歷到神的工作 我就問祂 你所經歷的 你給你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幫助 祂說出來的時候 覺得真的很平安很舒服 很興奮 我就是神親自來做工 神答應了一張平安給我們 拿走我們的重擔 安慰我們的心 神真的臨到你身上 那你想想以後 耶穌祝福你呢 有很多人說我願意 這就是我很多時候 傳避的福音用的方法 我去解釋真理給祂聽 一定有言語的 下面 《歐龍德時書》2章4節 我說你話說 道不是用智慧為營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臨的名證 叫你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臨 就是說他講的道 不只是用智慧為營的言語 而是用聖靈和大臨的名證 有聖靈和大臨的名證 什麼叫名證呢 就是神的工作證明 這個是神的工作 神的作為證明 這個是神的說話 叫你的信 不是在乎人的智慧 乃是在乎神的大臨 好了 還有傳避的時候 耶穌答應了 有神跡跟著 在《馬可福音十六章》17節開始 其實15節就是什麼呢 你回望普天下去傳避 功加萬人經 信而受洗了必然得救 得信愛必備拼 跟著朋友一起讀 信那些人必有神跡隨著 他們就是鳳凱明驅趕鬼 說真方言 守能拿石 若何時了什麼毒物 又必得受害 守問病人病人便可獄 門徒初去人到處宣傳呼音 阻來他們同 athe 用神跡隨著 正實所詮的道家門 這句說到底什麼呢 他說信的人一定有神跡隨著他們 有些人说我没有 我哪里有神迹 那为什么没有神迹呢 因为他没有求过神迹 他见到人有病 他没有求神的医治 或者有时他求神医治只是用言语 圣经讲到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整个灵魂去祷告 所以有很多人他们的祷告是 就是他们不能够跟神有一个高度的联系 或者他平日生活跟神联系很少 是到困难的时候 耶稣帮我 这样是一个言语上的祷告 所以他们经历神的工作是比较弱的 但当我们每天都爱慕神 多亲人神 越多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觉越多神迹歧视 信的人也有神迹 这个有多少个 你试过永祈祷有神迹 这个有多少个 其实是 你们个个都可以的 曾经在这个教会 我曾经有一年 我不记得 大约有一年左右 在这里有一个持续的聚会 当时很多人经历神迹 也都他们自己去运作 都发觉有很多个神迹 有什么神迹呢 就是奉耶稣名捺鬼 雪身芳然 接着那里 手能拿射 射入开了什么毒物 有哪一支受 这里讲到应该是受兵八的仇 兵不得已的仇要饮毒物 或者有蛇 神会补兴我们 然后手找病人 病人就会好 下面就讲到神迹的目的 一起读一读 下面第三读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去证 证神所存的道 神迹的目的就是证神 神的道是真人 是从神而来的 神给我一个经历圣灵暴露法 当我安人祈祷 这么多人经历圣灵 我就用了一个方法传福音 我将这个方法 简单介绍给大家知道 有些我都可以示范的 有什么 第一就是聆听和回应人的需要和感觉 先沟通 第一就是祈祷 先听听他 他有什么需要 他有什么开心不开心 有什么重担 有什么烦恼 聆听他和回应他的感受 不要只说耶稣会帮你 而是说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伤心 我知道你很困难 就是感受一下 他的感受 因为为什么呢 他未准备好 接受相信耶稣 你这么快说耶稣给他听 他觉得你是一种道理 但是你可以说 我知道你辛苦 就是有些人的感受 他听到他会觉得安慰 第二就是分享自己或某人经历 如何经历胜利 这就是需要你自己多亲近神 多为人祈祷 你就会有很多的例子 我自己是有很多的例子 我本人经历和为人祈祷的经历 可以分享给人听 神曾经曾经帮过什么 帮过很多是什么 失眠 失眠是很多很多 我第一次为人祈祷 失眠得意志是这样的 我去到宣教 很多人祈祷 是很多很多 那那个牧师 祈完之后 那些人都走了 牧师就跟我说 他说呢 以前那些牧师来祈祷 那些人更得意志 通常都叫他们作见证 那我说 哦 好啊 那我明天问他们有没有 有没有得意志 于是明天就问他们 那当日呢 其中有一个阿婆 她就 这个牧师就带我 她说你一定会为这个祈祷 因为他十几年 失眠 每晚睡了一个小时 那我跟他祈祷 祈祷之后第二天 我就问了 你们昨天祈祷有谁 有经历的 请你出来分享 那我说 这个阿婆就跑出来 跑出来 不是走出来 跑上来 然后就举手 哇 感谢神 多谢神 我昨晚第一次睡八个钟 真是很神奇 那也都在香港有一个女孩 在读大学的 她因为失忆 结果要暂停学业 那她妈妈带她来找我祈祷 那祈祷第一次 她就开始 开始睡了 然后慢慢地 后来睡得正常 然后回到大学 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那这个也都在网上有见证的 那就是说 就是分享一些这样的经历 那接着就邀请了 你想不想 我说你按手祈祷 如果你本身不是有邪不骚扰 或者你有情绪的问题 或者是罪的问题 骚扰你 那你说我人家有罪 你真心悔悔 真心去处理的时候 虽然我们不是完美 你都可以放心为祈祷 但是处理罪有一个最重要的琐事 就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有讲的 《经生得识》有讲的 这是书期的一年的本书 就是一有罪宴 知道她有破坏性 立刻停止 立刻祈祷求主帮助 比如想生气人 立刻说生气人 是反而伤害我 何必生气他呢 立刻祈祷求主赦免 和求主给力量 立刻不要生气他 这个就是一个锁示 在心中有意念 立刻停止他 祈祷求主帮助 这个就是圣过罪的锁示 因为当我们深信罪是很严重 我们就会处理罪了 当你发觉 你不是有什么邪灵罪 或者是负面情绪的影响的时候 负面情绪是一样的处理 明明很激气 很激气 激气是伤害自己的 深信他的破坏性 立刻祈祷神帮助我 何必激气呢 那个人经常都是这样的 经常都是骂人的 经常都发脾气 我激气又不会改变的 何必激气呢 我就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可以也都感谢神 神给我一切 人更加会平安 就可以处理那些情绪 未必即时处理到 但是继续祈祷 是越来越松 这样的时候 当你处理到 你的生命中的主要问题 可以放心 为人按手祈祷 你会发觉 他会经历的 然后你询问他 一起读 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你就是土墓士 有没有经历或感受 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你有什么经历或感受 然后就问他 你经历 就告诉他 你所经历的 是圣经所说的 早知我会说到一张 其中一张 sign 也说到 经历圣灵 平安 兴散 安慰 医好伤心的人 医病赶鬼 能力 这些就是那些经文 如果你想要在你们的电脑里有的 你可以和你们的传道拿回 看回那些经文 圣经说你可以有平安 圣经说要伤心的人 你就说你所经历圣经所说 就是说神是争的 你想神祝福你 然后他说我上 我们就告诉他 你想耶稣祝福你 有一样东西是难阻我们的 是什么呢 就是罪 因为人是有罪 人会怒人 讲话 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很多污蔑 神是很成杰 所以有罪的人 可以去到耶稣那里 唯一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为我们受了惩罚 为我们钉十字架 你真心悔悔 耶稣 耶稣就会赤面你 祂就开始祝福你 这么多 你相信耶稣祝福你一生 既然祈祷这么快的经历 你想耶稣以后帮你 祂愿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带祂做一个悔改 顺处的祈祷 带祂如何遵从神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语言的方法 是用圣灵的方法 我们一起读一下黄色的字 一起读一下 聆听和回应 分享 邀请 询问 经历 你想神祝福你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救恩 带领悔改信主 教徒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用圣灵的方法来传呼 好了 可能你说 我都想被圣灵充满 怎样被圣灵充满呢 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经历 不是的 按手你就充满的 是一定要保持 当安卡罗为我按手之后 我用了很多时间祈祷 是时时都祈祷 以至能够保持到今天 那有些什么需要我们去做 来到被圣灵充满呢 持续被圣灵充满呢 第一就是对付罪 悔改求主圣灵充满 憎恨罪 圣灵充满最重要是憎恨罪 大家都恨不恨癌症 恨我 我们憎恨罪的心 要比憎恨癌症更加烦 就是说 罪的破坏比癌症更加大 所以我们憎恨罪 我们憎恨罪就会离开罪 我憎恨烦恼 我就不再烦恼了 我不要因为人烦恼 我憎恨人 我就不再恨人了 因为这件事是最破坏我的 当我们深信我憎恨人 反而是破坏自己 我们就会 憎恨罪离开罪 有动力去离开罪 第二就是圣经 喜欢圣经 我不是只看圣经我 圣经真的好 因为有很多应许 神答应了他做的事 我们就喜欢圣经 相信和应用出来 第三 信心 相信神 很爱我们 和很想充满我们 不是我们欺求神充满我们 是神很想 不过我们的心不开 当我们的心开 神是很想充满我们的 第四 祷告 我一起讲 长时间用整个心灵爱慕敬拜神 用轻松感恩 渴慕和信靠神的爱的心态 就是这么长的时间 整个心灵去爱慕敬拜神 现在我会有解释的 一个轻松感恩 渴慕霸台信靠神的心 不要像很大压力 不用怯的 不用急的 相信神很爱我们 第二就是遵从神 以爱神爱人 遵从大使命 处理生命 一个人如果有罪 有负面思想的情绪 他是不能够被圣经充满的 在一边处理 按手祈祷和圣灵充满的最后是有帮助 帮助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这个按手祈祷 就像是 你托轻松感恩 推你一下 你容易走到 圣灵会透过圣灵充满的人 为你按手的时候 是将圣灵传递给你 有什么圣经根据呢 《路加福音》第六章和八章 第六章说 众人都想要摸耶稣 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去医好他们 就是身体接触 耶稣的能力就透过身体接触 传递给他们 《路加福音》第八章 是讲到有一个十二年血流的妇人 她秘密摸耶稣 接着摸完就医好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就是告诉我们 当人们摸耶稣的时候 神的能力可以透过这个接触 传递 当然神的能力不是单是靠接触的 不过这个是方法之一 其实当人多祈祷 一样可以经历圣灵 不过按手祈祷 的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这个是帮助必定要保持的 还有在圣灵充满的祈祷会 就是大家很投入 全身的祷告 一段长时间 也都是很多人会经历到圣灵的工作 神给我的这三种祈祷 会帮你圣灵充满的 第一就是恩兰的祖告 一起读 宣告神的爱 神陪着我 神祝福我 神接受我 一起身 当时耶稣 耶稣在爱我 感谢耶稣 耶稣在陪着我 耶稣在祝福着我 那有些人说 你怎么知道耶稣陪着你 你以为而已 圣经说了 他在我们前后还以外 按手我们身上 他整天都想念我们 然后在敬拜祖告一起读 感谢敬拜爱无喜悦 紧靠我需要神 整天都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 耶稣真好 我扔着你 我倚靠你 我以神为乐 然后在互动的祖告一起读 一边祖道 一边信神 喜悦 我们祖告神来祝福 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人平等的时候 神啊 你到底听不听 快点听 不请你听我祈祷 我很惨啊 快点帮我 很多人是没有信心的祈祷 但是圣经说了 我们祈祷他一定听 我们奉耶稣明祈祷他一定听 我们真心的祖告 不是网求神一定听 但是神未必照我们的方法 回应我们 他有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是最好的 他的方法未必是 马上解决你的问题 但他一定有他的方法 那你就说 我现在祈祷神就很喜欢 神就一定会回应的 多谢耶稣 我可以放心了 那就放心 但有些人祈祷就很猛烈的 很急的 很烦的 那他就很难得到帮助 互动的祈祷也会令你更加开心的 为什么呢 你一起床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现在很欢迎 我多谢耶稣在笑 多谢耶稣 深信神有回应 这样呢 我们就会开心了 知道神起源我们 知道我们祈祷不是花时间的 这是互动的祈祷了 就是说我悔改整个天堂 枯起来 我祈祷说 我祈祷神有喜悦和回应的 这里讲到灵和魂的祈祷 因为释经讲到 用心灵诚实敬拜 和尽心尽诚 尽以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尽性就是尽整的灵魂 那还包括什么呢 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个思想如全 认同性是最好的 神的方法是最好的 第二意志 我决意如全 跟同神 顺同神 第三感情 同神建立 强烈的感情 有些人如何同神建立感情 我都会见到他 但我们每天都在吃神做的东西 神做的东西好不好吃 很多好吃的东西 你就多谢天父 神特意做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真的喜欢你 大家 喜不喜欢人有感情 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感情 我们生活会觉得很枯燥 但是人有感情 狗也没有感情 狗也有感情 神做很多动物都有感情 甚至那些鱼 它都会反应 可能它就会反应食物 你有很多动物 它们都有回应 原来动物都有感情 狗不只是为了食物 它看到你回来是特别兴奋的 你没有东西给它吃 它都这么兴奋 感情是哪里的 是神那里的 所以神做妈妈 这里有个妈妈 你是不是心里很想念你的子女 你会不会忘记了 孩子 孩子不知道放在猪肉店 或者在菜店 或者在地铁那里 轻铁那里 忘记了下车 我试过下车 拿漏了一个球盒也试过 我两个球盒 拿漏了一个 拿了一个 试过漏了球盒 大家有试过漏姐吗 大把 大把 对不对 大家有试过漏宝宝吗 没有试过漏宝宝 神会挂着 神都是这样挂着我们 所以我们想到神的感情 我们就要喜欢神 神真的很好 其实喜欢神都是一种祈祷 几天都说神 我真的很喜欢你 感谢你 很欢迎你 因耶华 以耶华为乐 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 学习这个感情 来敬拜 还有灵 犯在我里面而听众的圣灵 整个人的灵与魂 一起去敬拜 祈祷的时候 不要向空气祈祷 想着神在这里 你不用想着他的样子 就是祈祷的时候 有些人说 谢谢耶华 多谢耶华 多谢耶华 就想着耶稣在这里 谢谢耶稣 你就是在听我祈祷 谢谢你 你又很开心 我祈祷你就很开心 感谢你 就是一个很个人性的祈祷 在这个下面一起读 神啊我喜悦你 我的心 我的生命是你的 我在开慕我贴你 我愿造任何你喜悦的事 这里是有感情的祈祷 这个傅义曼就是 他被神使用了一个很有大能的人 他的医治是极多极多的次数 多到不得了 有一个人见证 这个人是一个牧师 叫Robert Liardo 他小时候 他去Catherine Coleman的聚会 他见到有一个修女 他说很多修女 才教很多人 走去他的聚会 这个修女在坐轮椅进去 他的手脚卷曲 坐轮椅不拍到 手曲了 然后当Catherine Coleman 在台上祈祷的时候 他看着他的手指 彈开和骨的声 打打打打 然后他的手伸直了 然后可以起身走 这个是Robert Liardo 他亲身经历看着这个神迹 Catherine Coleman的神迹 实在是极度极度神奇 神可以做这么奇言的事 但是他说的说话 大家请大家留意 他真的是很爱神 很爱圣灵的 我一起读 是他说的说话 一起读 拜托 不要有圣灵担忧 他就是我的一切 拜托 不要伤害我所爱的 哪一位 很多人在灵恩运动的人 没有认识圣灵 只认识圣灵的恩慈 就是他说 Please, please Don't make my Holy Spirit sad 不要令到他忧伤 他就是My Holy Spirit 我的圣灵 因为他跟他很密切 你不要令到我的圣灵担忧 你不要伤害我爱的那位 他说很多人在灵恩运动 只是追求能力 因此他不是认识圣灵 他不是追求和神的关系 他只是追求能力 这就是Kathleen Kuhlman所说的 左边就是 康卡罗就是为我按手祈祷的 下面就是这个 非洲那个 奥奥康的罪悟人 右边就是Kathleen Kuhlman 四年充满可以帮我们进入 越来越高层次的事物 和生命 大家想不想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有些人就觉得 这些是熟灵的路 我不是追求熟灵的路 我是追求我的生意 我的家 我就是追求这些 其实我想说 你有神这一切都会无福 曾经有一个人 他是 我祈祷 他经历医治 他对神很大改变 他就告诉我 当我听你的话 跟着祈祷 他是做地产的 他之前很久才有单的 但当我开始 听我的话 多祈祷 他一个月有五单 地产 买了五间屋 后来是陆续很多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有奉兴宣教 事供这个事奉 是做宣教的 而且这本书 我会送给香港 和不同地方的 华人的牧师 会全部送的 信徒就可以半价去买 他就知道 我们的机构 奉兴的数目是很大 所以我知道 他一定是卖了很多屋 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我想说 神的路是最好的路 他不只是帮你上天堂 神是帮你整个生命提升 但不代表你做库库 但你需要钱的 在事奉里面 你需要的 祝福人 神一定供应给你 以致我能够做到 这么多的事奉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给神使用 这本书我鼓励大家 我下一次会带来的 他说到什么呢 如何活在神的爱中 在神的供应和神的计划 然后如何处理垃圾 三个部分和神关系 第二就是清理垃圾 第三就是发挥生命 很详细的 差不多200页 很详细的 每一件事都很清楚 说出来 还有很多识经的 全部都是用经文支持 每一个要点 全部都是用经文支持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力珍惜 而你的传道我是会送的 所有 还有你周围区的传道 我全部都会送的 全香港人都会送的 是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会带来的 那你就告诉粉丝 你想要买多少本 如果你有基督徒朋友 你也可以送给他 如果基督徒朋友 有牧师的 他想送给牧师 你可以 说那个基督徒 他是什么教会 什么牧师 告诉我 我就会送一本 就是说有本就是你买的 一本就是我给你送给他的 那我目的是什么呢 是想祝福人 我想说 在这本书所有的 全部的钱经过 全部入复兴宣教事工 我是没有授身的 在复兴宣教事工 我是完全侍奉 是义务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功应我 我就义务 给一些酬金 我说不用了 总之我是想送给人的 好了 那我去回我们今天说的 圣灵充满 大家想不想呢 首先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起床 去祈祷 给爱慕神 给我设置一个麦克风 带着大家祈祷 然后我先按手祈祷 有没有麦克风 用这个麦克风 接着它 大家想着耶稣为你 好吗 一直想着耶稣为你 神是会听祈祷的 神知道你喜欢祂的 哈利路人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人 多谢天父 多谢 他问一下 主耶稣 神灵兽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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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祢 祢 优优独播剧场——YK 祝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的 每一个人放松自己 放下所有的烦恶重感 感谢耶稣这么爱我们的 我们全心爱你 当你爱耶稣 耶稣很欢喜 神为他 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我希望大家真心会摸耶稣 耶稣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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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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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真更加爱你 我愿意将心理现象给你 是最好的 当我将心理现象当作活泽 当活泽 是神所起的 是圣洁的神所起的 你会如此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我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已根深地变化 我就想象一下 参与神的善良 顺全我起的旨意 因为神我愿意进入你这个旨意 我愿意跟你有分次共爱 耶稣我愿意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放下了你怀疯 我放下了你烦恼 耶稣我放下了你重担 你只要将你重担 完全放下了你 吹他出来耶稣 我将你重担放下了 交给你 你负责 我轻轻松松做人 愿平松 以靠耶稣愿平松 愿有神的能力 耶稣 和我一起 欢迎你充满我的心力 欢迎你跟着我 啊 像我这样 在心里吊出来 啊 啊 啊 放松 我放下了你 啊 谢谢耶稣 放松我心里 我放下了你 啊 谢谢耶稣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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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 来到福主耶稣成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